腾讯体育11月5日 在安切落地之降之后,比利时前锋莫腾斯,仍然是纳布勒斯最重要的球员之一。 在2017年夏天拒绝了来自中超的报价之后,莫腾斯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在纳布勒斯的合同结束之后,我或许会去中超踢球,莫腾斯或在合同结束后前往中超在纳布勒斯签订的合同中,莫腾斯的解决金为2800万欧元,而如果中超球对球够的话,那么其解决的金会升到5000万欧元。 2017年时,莫腾斯曾受到过来自中超的报价,在比利时人当时选择了拒绝,他曾表示,那里的雾霾太严重了,也是习惯的差异,也是一个问题。 在2017年续约翼之后,莫腾斯目前与纳布勒斯的合同签至2020年,在被问及是否会去中超踢球时,比利时前锋表示,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,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,我和纳布勒斯的合同就结束了,所以或许有这种可能。 2017年下创,曾经有中超俱乐部报价求购莫腾斯,但被纳布勒斯前锋拒绝,在被问及为何会拒绝一份费约时, 莫腾斯表示,为什么我之前拒绝转会,我只是更愿意留在欧洲继续发展。 加蒙纳布勒斯一开始,我留在了替补席,之后我开始不断得到出场机会,我希望享受这段生涯,我努力融入了球队,不太想离开。 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,纳布勒斯前锋还透露,我和维,特赛尔,卡拉斯科谈了很多,他们认为那里的足球其实很积极。 我最近刚刚和卡拉斯科谈了,他说他已经完全习惯了,他的球队不断赢得比赛。 一开始的时候,他说他不知道如何在球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,但现在他感觉好多了。 至于维特赛尔,即使他离开了中超,他还是说他仍然很享受那段时光。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,莫腾斯随比利时拿到了几军,他当比利时国家队时,纳布勒斯前锋表示,在世界杯之后,所有人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,大家知道了我们踢得更出色了,也可以去赢得每一场比赛。 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说,马丁内斯的指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,阿贝尔。